大家其實都會很在乎藍光的一種傷害 所以大家會去選擇去佩戴藍光的眼鏡 或是去做一種藍光的保護貼的貼膜 但對於筆電大廠的原因 我們可以從源頭去選擇我們的螢幕的一種形式 因此我們在做一個螢幕的低藍光的認證 就是符合我們的一種消費者的使用標準 華碩現在的筆電其實都是主打 就是我們的OLED的一個螢幕 其實都有通過藍因TUV的一個認證 藍光就是減少70%的部分 因此我們在OLED的整體規劃上 就算是濾掉藍光 它也不會變色偏黃的一種情況發生 我們在華碩的第一點就是說 我們有通過TUV的一個認證標準 因此使用者在使用上 我們的藍光頻譜的地方 它會被濾掉去減少這個藍光的傷害 透過TUV的認證去傳達給我們的一個消費者 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我們因為這個藍光認證 你在使用上是可以放心的 效率部分就是真的很好 就是我們一年我們可能出了二十幾台筆電 然後可能有上百種規格 在測試上其實對於我們產品在開發上 是非常流暢跟順利的 也可以準時的推出到市場上 這過來因為其實我們不需要 再額外去跟我們消費者去溝通 只要看到TUV這三個字 讓我們的產品是可以得到大家的一種分可